大家好,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分享一道特色菜 红烧、萝卜、狮子头的详细做法 盆里装是两斤搅好的肉末 肉末肥和瘦的比例是3-7 往里面加入两勺盐 加入一勺味精、一勺鸡精 再加入一点点白糖提鲜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些些五香粉 或者十三香之类的给它增加风味 然后往里面打入一个母鸡蛋 用左手朝一个方向给它搅打上镜 搅拌均匀 整个过程我讲的比较详细 如果你打算过年的时候给家人露上一手 做上一道特色菜 今天我建议您把视频看完 搅好的肉末暂时给它放着醒发5分钟左右 这个时候我们切两个白萝卜 白萝卜去皮以后 给它切成比较短的细丝就可以了 加入两勺盐给它抓拌均匀 腌制5分钟 给它杀出里面的萝卜水 这个时间我们剁一些生姜末 尽量剁得碎一些 再来点葱白 葱白要稍微多一点 放到幼末里面 紧接着继续用左手给它搅拌均匀 搅打上镜 如视频中这样操作 每天都给您带来最详细的做菜教程 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做什么吃什么可以关注一下到我的主页里面找灵感 非常感谢 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萝卜已经杀出很多水 然后我们用双手给它挤出里面的水分 如视频中这样操作 挤干水分的萝卜丝给它放到刚才搅好的肉末里面 继续用左手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往里面加入面粉一小碗 大约50克左右 加入面粉的目的是增强它软糯的口感 然后往里面加入少量生粉 大约25克左右 也就是面粉要比生粉放得多一点 然后继续给它搅拌均匀 摔打上镜 这一步我们开始砸狮子头 现在我手里整理的是比较大的狮子头 它的重量在1斤2两左右 这么大一个狮子头 一般在饭店或者酒店里面呈现比较多一些 我们在家里制作可以做小一点 用双手给它整理成一个圆的球形 紧接着呢 表面裹一点点这个水淀粉 如视频中这样操作 我们可以用一个勺子给它接住下锅 以防热油烫到手 油温7成热左右 我们下入大的狮子头 前面大狮子头 我只是做一个示范 如果做的太大的话 需要炖煮的时间太长 不容易熟 由于我们是现场直播 时间有限 接下来呢 我们就做几个稍微小一点的 就是为了在下播的时候能吃上 否则炖的时间太久 炖不熟啊 这里和大家说一下 我们炸这个萝卜狮子头 要用到菜籽油来炸啊 菜籽油炸更香更好吃 这个非常重要 把表面炸到金黄炸到定型 炸到有点发硬的状态就可以给它捞出 重新起火热锅 加入适量的菜籽油 加入适量的生姜葱 给它煸炒出香味 然后加入稍微多一些清水 因为狮子头比较大 加入多量的清水 才能经得起两个小时的长时间炖煮 水开以后呢 开始下入狮子头了 可以用一个蜜肉垫在下面 因为有一个实在太大 它沉在底下容易粘底糊锅 所以呢要垫一下 放入狮子头以后 加入我自主研发生产的红烧料汁 进行调味 没有红烧料汁的 可以用蚝油生抽老抽白糖 鸡精味精盐进行调味 然后小火慢炖 两个小时就可以出锅